我們的真名稿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這是政治炒作 政治的打壓 林茲廟神行嚴肅 面對弊案陳生 只說自己是遭到政治迫害 但回到上個月十七號 檢方三度傳喚林茲廟 訊厚以八十萬元交保 隔一天 林茲廟大動作開記者會 澄清上億金流是跟朋友的債務關係 不是貪污所得 但到底是怎樣的好友 能一介再介 就是他前國民黨立委楊極雄 外傳就是林茲廟 背後指點的道士兼金主 檢方查出林茲廟兒女多年來 跟楊極雄家族 有上百筆的資金流上 總金額近上億元 部分是女兒以土地質押 另外七千多萬 則是林茲廟開支票交換 累計快八十張的支票 部分上頭沒押日期 被檢方懷疑涉及商業約定行為 甚至賄賂將進行徹查 面對近上億金流 楊極雄跟林茲廟都強調是借的關係 但楊極雄大方到有借無回 着實起人一鬥 怕有串供之於 检方第三次傳喚 不只把人分別安置不同 徵訊室 連上廁所都派人陪同 就是不留空檔 讓彼此能互同訊息 是單純借待 還是有其他不法對價關係 检方抽絲剝繭 要追出真相 林茲廟開出的八十張支票 可能會成為检方突破弊案的關鍵證物 特別是其中部分支票詭異的沒有押日期 沒有日期的支票如同廢紙 就是假的借貸關係 只有借沒有還 律師認為這做法似乎想引人耳目 直接送錢 沒有日期的支票有時候是為了創造一個借貸的外觀 讓外界誤以為他有借貸 借貸擔保支票 欠缺這個必要記載事項 這就會成為無效票 沒有辦法去銀行去對臉 沒日期就開支票換現金是托法行為 讓人猜不透的是 即便有押上日期 前立委楊極雄也沒兌現 這二十多年來擺明者有借無回 其中林茲廟和楊極雄的好交情 從過去就可以看出端倪 林茲廟參選議員政長選舉時 楊極雄和妻子甚至女婿 就多次以自家公司或個人名義 十萬到三十萬的小額贊助 台面上如此低調 但台面下卻高達上億資金 結構前聯繫不上楊極雄 但是否刻意用借貸關係掩飾受賄 從八十張沒有日期的支票來看 顯得這上億資金恐怕不單純 暫地新聞到場林茲君 台北參謀報導